兩層樓民宅現火害 猛烈紅色火蛇 不停從屋內往外竄 伴隨爆炸聲 外頭擴散大量黑色濃煙 直竄天際 民眾發現急爆岸 結果停到廚房 扁扁扁扁 都扁著你知道 進度先扁扁扁 我們用到水有很多水 沒辦法生存了 消防到場前還有民眾先用水管 想要防止火勢再擴大 人員到場火勢已全面燃燒 出水線要全力灌酒 透天裡全廢墟 屋裡被燒得焦黑殘破不堪 外頭還拉起封鎖線 二日凌晨四點多 宜蘭蘇澳聖賢路二十項三十八號 一處連動兩層樓透天 起火燃燒 警察才發現原來是一間 遭銀行查封的法拍屋 而這名受傷的陳姓男子 是這棟房子的前屋主 黃姓屋主得標後 陳姓男子還是會待在這裡 怎麼敢也敢不走 是正公所列管的街友 火警事故原因 火吊科也正在釐清 記者林醫生 李廷熙宜蘭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棟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